中国游戏开发商网易公司周三表示 拒绝动视暴雪公司将其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延长6个月的提议 这家美国游戏开发商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网易表示该提议在商业上不合逻辑并指责这家美国公司 暴雪在去年11月表示将结束与网易长达14年的合作关系 在整个行业引起轰动 因为这种合作关系被广泛认为是视频游戏中最赚钱的合作伙伴关系之一 两家公司未能就关键合作条款达成一致 从1月23号起 魔兽世界等热门游戏将无法在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中国上架